我 我以为 在这魔族 关心我的人 早都死了 没想到 还有一个你 季航 虽说 你喜欢的琴棋书画 我都一窍不通 可是这几万年过去了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所以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没准哪一天 我就突然学会了呢 萧嫣莫君 能不能报个事 你尽管吩咐 我记得 在清玄殿十里以外 好像有 有一个山腰 山腰上 有一处栅栏 栅栏里种着七种草药 我知道 那你能不能去 帮我把这七种草药采回来 我想用它们 熬一种补药 好让自己的身体 快速恢复 包在我身上 去去就回 谢谢你 小燕莫君 得是现在的我 无法回应你 更不想耽误你 我已经 有应该去的地方 恭喜帝君 历劫终于完成 你来得倒是快 那是自然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我下棋都已经 找不到对手了 是吗 你的棋艺可有长进 那还用问吗 自然是长进了不少 一盘棋终于可以下得久一点了 你这刚回来 毒蛇的本领倒是恢复了不少 你的修为恢复得怎么样了 不知为何 只恢复了七八成 可能是这次历劫 不算特别成功 有七八成了 那倒是比想象中好得多 听你这话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 哪儿的话 帝君你都不知道 我就更不知道了 行了 那你先好好休养 我先告辞了 不送 你先告辞了 对 算是顺利啊 变数 什么变数 三殿下无须多问 也不可告诉敌君此事 万一小仙这职位不保 也会连累到 那位引发变数之人哪 四明 你如此护着那个人 是不是对那个人有意思啊 三殿下说笑 要护着那个人的 并非是小仙 是承育援军 那个人是承育援军的挚友 那这件事情 如果被承育援军知道 放心 定不会多说 果然还是替承育援军光用啊 那个人是男侍女啊 三殿下认为 帝君会同一个男人 渡情节吗 真是关心则乱 走了 冤孽 末封 属下姓不辱命 已经找到了所回的人 果真 在哪里 当真是索魂玉 你立下了大功 你立下了大功 带我日后冲出这封印 一扫八荒六合 这魔族 必会让你来统领 谢魔族 魔族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禀告魔族 凡间 成渝国的国王 是东华帝君 必已劫之人 果真如此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 东华已经历完结 重归九重天了 罢了 错过了这绝佳的机会 那么多 你现在既有血泪 又有索魂玉 能否冲破书房 不急 要完全吸收索魂玉 占为己用 还需时日 现在又夺回血泪 必定会引起动荡 待本座恢复完修 再杀东华一个措手不及 是 季航 季航 感谢小燕母君相救 我走了 吴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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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卑鄙小人 吴萱 你有话好好说 老子跟你这混蛋 有什么好说的 你让我死 你也要告诉我是为什么吧 你这小人诶骗成性 都敢打击横的主意了 你这小人诶骗成性